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一年五日,温那情不变,说再见演唱会 今晚后会来一日小休 星期六日会再接下半场 星期日一场更有网上通行证 全球可以线上收睇 飞天爷爷看了昨晚的一场 超幸运 这个位置超漂亮的 如果用今时今日记者的标准 看演唱会就是粉丝的话 飞天爷爷肯定就是温那的粉丝 但我实在无法认同这个逻辑 虽然家里有谭校长、B哥哥 和彭健身的黑胶唱片 但又未到粉丝这个地步 而飞天爷爷心目中有一个名单 就是至少想看一次演唱会的名单 温那就是其中一个 昨晚看的演唱会是超高水准的 无论是音乐和演唱都绝对有水准 我非常之怕听到提心吊胆的演唱 他会不会走音呢? 会不会不够气呢? 会不会脱壁呢? 会不会小声到听不到呢? 会不会鬼吃泥呢? 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怎么样呢? 温那绝对没有这些担忧 甚至很多时候令到我拍案叫绝 是一点都不夸张 其中一个令到我大大力拍手的拍手位 就是曾有solo当我老了 是全晚我心目中一个很大的亮点 他甚至是整晚讲台词最能够捉到的节奏 甚至是最流畅的一个 铺牌当我老了的时候 临唱之前突然提到阿强 然后就开始唱 有幽默、有画面、有感情 当然要赚一赚赚稿那个 但我就不知道是出自哪个手笔 还有就是中镇图的让一切随风 那种爆发力和松茸 没有多余做作的动作完全融入音乐里 这些就是温那不可多得的地方 温那出道的年代 真是也许当时年纪少 严格来说 没有真正体会过那段时期的温那 对他们早期的歌曲更加陌生 昨晚对我来说是一次的简介会 听到他们第一张单曲的两首作品 至于其他歌曲 我未必能说出歌名 但音乐一起 或者只是唱了第一句 又或者副歌一起说回忆统统都回来 其实是一点都不陌生的 80年代就是这样的 你不需要是歌迷 不需要个个歌星的唱片都买 他们的作品你都会认识的 手手都可以配得起 流行曲三个字 这些是今天没有一个歌手可以做得到的地方 因为年代已经变了 昨晚无论是温那五个人还是个人表演 同样都没有令人失望 最低调的是强哥拍的 低音吉他 solo 也是唯一没有独唱的一个 彭健新的演出为我带来很大满足 因为飞天爷爷当年很喜欢听他那首声音 那时候没多余的零用钱 但我都买了这张黑胶 从来没想过可以在现场听到他唱声音 我以为会是二等良闻 以为是阳光大减价 谁知音乐一起竟然是声音 在我来说是非常震撼 40年之后 竟然可以在现场听到彭健新唱声音 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到我有多感动呢 所以真的要说一句多谢 刚才提到陈友 他的儿子和孙子都有上台 这一部分我非常喜欢 画而精 最精彩是借小朋友带出sha la la 小朋友就是有这种魔法 很容易带动到气氛 成功令到接下来的sha la la 是嗨爆全场 齐齐大合唱 一起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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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拍拍拍 是我整晚情绪最高涨的一首 至于谭校长受欢迎的程度 在他独唱这一部分是可以见证得到的 不过昨晚选的歌就不算是我的心水了 虽然都好听 但还有更多想听他唱的歌 年过七十刚刚病了一场 现场看很难相信 已经瘦了十多磅 因为仍然圆润 但谭校长唱歌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老就有老的好 因为这样才配得上 补刀未老 至于中震图那一部分 整体来说太过阿爸教女了 阿女唱得不错 但时间略嫌多了一点 始终昨晚我是想听WONNER 一首合唱其实已经很足够了 朋友让我做一晚看 原来我比他好多好多 中震图唱甘心的国语版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昨晚的气氛比朋友看那晚热烈得多 要多谢最先在现场跟着歌词 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带叫好那位观众 成功带动全场观众 一起跟着中震图互动 中震图一边唱 全场一边搭相当震撼 连中震图在台上也一起玩 最后全场大合唱 非天爷爷都听不清楚自己的声音 免得你没有走音 和大家接着唱副歌一句 过得比我好 真是太爽了 WONNER 走过整整五十个年头 今天仍然有能力 在洪馆开七场演唱会 是第一队在洪馆开演唱会的乐队 更是最多长次的乐队保持者 有七十场多了 一出道就已经爆红了 香港到台湾到东南亚 韩国到冲城 无论是音乐和电影都有叫人的成绩 靠的是他们的音乐和真材实料 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和纪念的事 可惜WONNER 今次的演唱会 有部分传媒合力灭声 连日来零报道、冷处理 企图将WONNER 抹走 历史是改不了的 WONNER 从1973年走到今天是事实 有过的记录是事实 红片全球华人社区都是事实 是香港无法磨灭的一页 很多人都说自己所做的事是因为爱香港 不是的 这只是爱自己的表现 有人耶语看WONNER 好 让他们可以老有所依 真的不太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天天就自己不会老 说到生无可乱一样 话说回来 既然TVB最近星期六都是播电影 为什么不趁这段期间播电影大家乐 大条道理由大家乐赞助 有WONNER 又大家乐 多好呢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真死飞天爷爷 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问一被飞天爷爷错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temperature又提マ excited IA 喂喂喂喂又讲TVB 又有没有其他回말 有 有 我另外一个قد 事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 结尾的画面左下角� al 适合 记得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